花莲圣源潭马府千岁一行人 日前带了一批物资前往花莲市爱花莲书银行捐赠 希望透过公所社福平台 能够转赠给迫切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 市长威嘉燕特别感谢信众大德爱心 也代表致政的感谢状 花莲圣源潭总干事曾圣辉 副主委曹河斌杨一龙等人 日前在花莲市民代表魏玉盛的陪同下 与公庙成员一行人 日前特别带着一批民生物资 前往花莲市爱花莲食物银行 希望透过公所的社会资源整合平台 帮助到更多面临经济压力和困境的弱势家庭 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可能也有限 没有办法去很广的去帮助到很多的人 市长还有卫生会代表 他都有在外面在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 而我们看到他的 在FB上面也有看到他的 一些善行 然后我们就借说 那我们把一些物资捐给食物银行 让食物银行可以去做到更多的事情 捐赠物资包括白米 沙拉油 面条 饼干等等 都是常见的民生必需品 而市长薇嘉燕也感谢信中大德的爱心 代表致政感谢壮 今天非常谢谢圣员工马府签税 我们的杨副主委以及我们曹副主委还有我们曹总干事 捐助了我们总共35份的我们的普渡贡品 跟一些民生物资 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他们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信众大德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声明朋友说 或是我们一些企业或是庙宇等等 那我们希望未来如果有普渡贡品的话 都可以送到我们花蓮施工所的食物银行 市长薇嘉燕除了欢迎有更多三星人士一起做爱心 也提醒有需要的民众 不羡慕及地限制 都可以前往花蓮市爱花蓮食物银行 填表森林物资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